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更新版日間護膚步驟 因為實在太多人問我 過去一年戴口罩為什麼你的皮膚沒有暗粒、敏感、粗糙 好像什麼問題都沒有,是不是有什麼巧妙呢?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於戴口罩、日間護膚的見解、小秘技和我自己的心得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我們就開始吧! 還未訂閱我的頻道,記得按個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資訊 近距離看我的皮膚應該什麼都很清楚 在過去一年,我和大家一樣都是長時間戴口罩的生活 所以我護膚的重心不只是保濕 反而我會著重在毛孔的疏通程度、乾淨、清爽的感覺 在早前的影片,我和大家分享了很多 令皮膚會變得更好的生活小習慣 除了生活習慣之外,找到適合自己的產品都非常重要 我自己有個小心得就是不要用死在同一套護膚品上面 每個人的膚質都是獨一無二 甚至乎我每一天的膚放都不是完全一樣 特別是驚奇來之前,會覺得非常粗糙 肥腫難分,想打死自己 但是驚奇來之後,我又覺得自己不皮光肉滑 燒腫會特別漂亮 既然每一天的膚放都不一樣 我們又怎麼可以用死一套產品呢? 所以我建議大家最少要有兩套產品 一套比較簡單,基本清爽 然後另一套功能性會強一點,保濕一點,滋潤一點 在不同的情況,我們用不同產品去應對我們的皮膚 早上起床喝一杯暖水之後 我就會用一個洗臉筋 然後用清水去洗臉 這款洗臉筋是有厚度,也有紋路 我覺得早上用清水和洗臉筋 已經可以帶走一些晚上吸收不到的護膚品 一些多餘的油脂,或者一些小污垢 畢竟我們家也不會無故,晚上有沙塵暴 所以早上我真的覺得不需要用一些洗臉的產品去過度清潔 然後每一天我都會溫和地去角質 其實主要目的是令角質不厚 毛孔疏通排毒做得好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有暗粒,隱蔽性的粉刺 或者是一些黑頭和髒東西積聚在臉上 然後很多人都問我 用完去角質化妝水,它沒有保濕功效 你會不會再用一個保濕的toner呢? 答案是不會的 保濕我會留給精華去用 但是如果天氣比較悶熱一點 個人比較眼粉,我會用一些toner 讓自己清潔一點 例如是Lush的這款toner water 它的味道是很清新的 裡面是有溫泉水和海水 所以整個人是很清晰的 有時做事對著電腦對得太久 我個人開始跌鍋 開始吐,我會噴兩下,令到自己清晰 它大妝噴完全沒有問題 不會整化妝 所以我通常都會放在電腦旁 或者有時覺得皮膚比較暗沉一點 膚色不均勻的時候 我會再加一款化妝水 這支是Grip Monocules的toner 它是有美白,均勻膚色 以及收細毛孔的功效 裡面是有維他命C 無論說到維他命C有多固定 記住,日後用完一定要做好防曬 否則我還是覺得有機會會反黑 質地是非常水狀 但是我推開了,吸收了之後 是有一點存在感 所以如果天氣太滿熱 我都不會用它 它的效果不是超級顯著 用兩天,是一聲那種 但是你慢慢用它 你會發現自己的皮膚是有改善 然後就根據情況 如果起床的時候 我的眼睛是超水腫的話 我就會用一個去眼種精華 如果沒事我就不會用 然後輪到我最喜歡的精華選菲部分 每天都有不同的心情 不同的膚放 去選擇不同的產品來用 如果皮膚比較好 比較飽滿那一陣子 我就會選一些輕型的保濕精華 好像這兩款 這個是澳洲牌子的水光針精華 你會看到它是非常簡單的 一些透明啫喱狀 它推出來是很水的 很輕身的 做到一個很單純的保濕效果 你看到現在已經吸收了 完全不會黏黏 不會很焗的 但是如果天氣很乾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不夠力 另外這款就是我之前介紹過 GOOD MONICULS的透明質酸精華 它的質地沒有剛才那個 那麼水的 都是透明 容易推開 但是 就要少少時間去令它吸收 它一樣是做到基本保濕 然後塗完皮膚是柔軟了 完全不會黏黏的 這個很重要 所以如果皮膚沒什麼特別大問題 基本保濕我會用它 還有剛剛那個水光針精華 然後皮膚有少少乾 有些狀況出現 或者經期前看上去比較粗鞋的話 我會選一些有舒緩功能 或者是一些有滋潤功能的精華 這款是台灣加丹尼的積雪草修復緊緻精髓 有些人會覺得它不夠滋潤 然後太過薄 如果做精華 會不會有些雞辣的感覺呢 我覺得這個說法也有道理 所以它絕對不是我夜晚的精華 因為日後 我不需要太高的滋潤度 我純粹是要一個持汗力 足夠的保濕就夠了 而它就剛剛好做到 而且如果我有敷放的時候 它會幫手舒緩到少少少 然後第二款就是小星塵 他們Soul Skin系列的Toning Serum 質地又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慢慢滴下來的一個 精華水的感覺 是有少少厚度 有少少滋潤感 但絕對不會覺得很黏痴痴 或者是很悶很悶的 大家應該不難發現 我看我近半年很喜歡Little Stardust 他們的產品 暫時我還沒有用到一件 是伏的 除了有少少貴之外 我是找不到任何缺點 喜歡的程度 我是想拍一條 因為大家不太認識這個品牌 它又不是大品牌 但是每次都幾百元 究竟買不買好呢 它的用後感 它的詳細感受是怎樣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說回這支Toning Serum 它是很欺負到好處 日常用也可以 你晚上當一個厚身一點的Toner用也可以 所以超級喜歡 它的感受是很舒服 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如果那天我要長時間帶妝 早上又有少少空間 可以讓我敷個面膜的話 所以我就會選一些比較清爽一點 不會太黏 不會太滋潤 但是保濕程度都很好的面膜 這個秋葵面膜就是我最佳的妝前面膜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款包裝面膜 都很適合做妝前的 大家找一個和自己的皮膚夾的就可以了 然後正常應該是面霜這個步驟 但是自從戴了口罩之後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會避免它 我看到很多人都會問 我戴了口罩皮膚差了 我是不是應該要塗什麼 但其實我覺得大家要想一下 你戴口罩皮膚差了 是不是因為你塗得太多東西呢 為什麼我會跳過面霜呢 就是因為他們比較有滋潤感 如果沒有口罩 是可以做到一個鎖水和保護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戴著口罩 面霜、防曬、粉底 所有的化妝品 一層一層千層酥焗燒賣的感覺 所以我會著重保濕 但是維持一個清爽的狀態 令到口罩下面的皮膚不會太過焗燥 不過如果有時候 全天都在家 或者你做完皮膚很久之後 才會再化妝、戴口罩的話 我都會照用面霜 Kiehl's的Ultra Facial Cream 我自己是很喜歡用 有大小的眼霜 它是一個任何膚質用 都會喜歡的日霜 而另外如果想買眼霜 是送給身邊的男士 令到它開始有些基本保養的話 這個就最適合了 因為它沒有任何味道 然後它的質地 男生都不會太抗拒 即是不會太黏 或者看到你塗一二三四個步驟 這個一眼就可以解決到 基本的保濕、鎖水、護膚的功效 我覺得都蠻推薦的 另外還有Black Morse 他們的維他命E Cream 這個會比較厚 不過如果你戴口罩 我就真的不建議用這個 我記得我有介紹給大家的 它的性價比很高 用完一陣子 皮膚看起來是細緻了 不過現在天氣可能真的不太適合 除非你長時間在冷氣底下 又不用戴口罩 就可以用到它 而最後一個步驟就是防曬 我現在籌備一條防曬的實測影片 所以暫時就不推薦大家產品了 不過手法方面 我就會分享一點 因為我現在著重塗防曬 都是上半部分的面 即是外露的部分 然後口罩下面我都會塗一點 因為我怕口罩不防止外線 會變成鴛鴦面 所以下面薄薄地塗一層 上面的話 就會正常塗份量 這個就是我每一天的day care routine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日間的護理 但是我想和大家說 產品這件東西 你對不代表我對 他們好像愛情一樣 是要人夾人的 例如我很喜歡我男朋友 不代表你也很喜歡我男朋友 所以最重要就是找到你自己 適合你的白馬王子 你才會有美滿的一身 而另外一件事 我經常忘記跟大家說 就是我還有做基段食 每個星期大約有兩天 我完全不會塗任何東西在臉上 令到它有一個防衛的意識 我覺得對待皮膚就好像對待愛情一樣 要一口砂糖一口試 令到它珍惜一下你 令到它滋驚一下 才可以維持到一個良好長遠的關係 但是皮膚有時候你給他太多好東西 他會覺得英分 他會覺得理所當然 他就會放屁自己 所以有時候你什麼都不給他 令到他突然間 經過 我自己要做一個水油平衡出來 真的很重要 你要外面給他好的東西 但你也要維持到裡面的健康 才是一個好的皮膚 如果你喜歡這次日間保養的分享 想我拍完夜間保養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